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是 女生在什么时候最好追呢 让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的吧 你觉得女生什么时候最好追 可能男的长得帅就好追 感情受伤的时候最容易进入 就是可能是失恋太久的 然后要么就是单身太久的 还是就是刚失恋的吧 心情很低落嘛 比较需要有人陪伴 然后这个时候 然后就可能男生就比较容易趁心而入 就是身边的朋友都谈恋爱 然后自己单身了很久 然后就想找一个人 找个男朋友吧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 失恋的时候 还有身边的朋友都有男朋友的时候 单身的时候 受了感情的伤的时候 就是单身久了的时候 然后我感觉这方面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了 那这么长时间没有男朋友想再找一个吗 也想 但是就没有遇到合适的 然后也不是很愿意随便将就着谈吧 那你觉得女生在什么时候更容易追一些 那看人呗 那男生好的话 什么时候都可以 对 难过的时候吧 就需要有人陪的时候 那你们觉得女生在什么时候更容易追 他也喜欢你的时候 就正好他也喜欢你的时候 你就好追他 就是他突然觉得自己需要 需要一个男生来帮助他的时候 就比如说他这段时间有很多事忙不过来之类的 他突然觉得身边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他 更容易追一些嘛 就对对方有好感的时候 就两个人肯定是有感觉的呀 就是比如说你喜欢一个男生 你肯定会对他有跟其他男生不一样的表现 那一个男生喜欢你的话 肯定会有对其他女生不一样的表现 你肯定能感受得到呀 脆弱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一个人就觉得想吃东西的时候 就一个人的时候特别脆弱 你一个人可以看电影 可以逛街可以健身 但是你一个人吃饭肯定不行 比如说火锅啊什么的 你就不能一个人吃 就是受伤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 看了韩剧想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是和前人分手啊 心情好的时候吧 心情好的时候就容易追吧 对啊 更容易追一些 就在女生失恋的时候 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吧 那肯定是空窗戏很久 或是寂寞冷 一个人在外面喝酒的时候呀 还有就是才分手的时候吧 忘记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 就是开启下一段感情 我不好追 为什么不好追 因为我看着眼光比较高 虫的时候 虫的时候 虫的时候需要她的经济帮助 对啊 对啊 最好的追 它风靴寂寞的时候 最好追 好了我们今天的采访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